五之一节C题第十二题 十二题Evaluate这个东西这个极限 Evaluate这个极限 这极限是考你这个定究的定义 一样定究的定义是A到BFXDX 假设我们这个这是取U端点 XI会等于XI XI等于XI 那么宽度ΔXI都一样 会等于1分之1 所以你要想知道这范围也是0到1 1分之1的时候范围也是0到1 这基本概念要有 极限N7G无穷大 SigmaI等于1 SigmaI等于1到N 这是F of XI F of XI乘以N分之1 所以你要把F of XI把它找出来 找出来以后把它转换成F of X 你要把F of X找出来 F of X找出来 再对这个做定习分 那一般这边都是0到1 习惯上这边0到1 这边0到1 改成0到1 改成0到1 我们就来看一下 所以你先把宽度找出来 N分之1把它找出来 看它的solut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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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个你要把N分之1找出来 N分之1找出来以后 要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你除以N N分之1在这里 N分之1在这里 N在这里 对Sigma来讲 N是常数 所以常数倍可以提进提出 所以N分之1把它摆在这里 那这是造仓 1加N分之1 1加N分之1的平方 所以你要看一下 这个那么F of 现在Si Si 这什么Si呢 Si呢 要等于N分之1 没有错 所以一般是S属于0到1的话 S属于0到1的话 S属于0到1的话 Si呢是N分之1 那么函数F of x 你要看原来的 看原来这个东西 这东西就是F of x F of x呢多少 是1加S的平方分之1 1加S平方分之1 我们想的这个东西 所以整个这个东西呢 用定据的定义呢 就得到0到1 1加S平方分之1 dx 那1加S平方分之1的积分呢 是Arctan-x 带上线-带下线 这利用到维基因基本定理 从这里到这里 是利用定据的定义 利用定据的定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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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过来 1加S平方分之1 是我们利用维基因基本定理 防短啊数少论是Arctan-x 带上线 剪带下线 所以我们是偷跑的 利用维基因基本定理 利用维基因基本定理 这个是Arctan-x 然后代上线 剪到代下线 那你要知道Arctan-1是多少 那你要知道Arctan-1是多少 所以这个东西Arctan-1多少 不知道就麻烦了 所以要记octangent的图形 要记octangent的图形 octangent是把它记一下octangent的图形 把它记一下octangent的图形 是不是会长成这样子 会长成这样子 这边是y等于octangent的x y等于octangent的x 那这边是0 这边是2分之π 这边是-2分之π 再多记两点 1的时候是4分之π 1的时候是4分之π 过来-1的时候是-4分之π -1的时候是-4分之π 再多记两点 以后会长长出现 会长长出现 这当然是x轴 这当然是y轴 这是y轴 所以octangent的1 octangent的1是4分之π octangent的1是4分之π 减掉octangent的0在这里 远点 在这里远点 octangent的0 octangent的0 octangent的0就是0 答案就是4分之π 4分之π 然后再写个答案 答 写个答案 所以你要知道octangent的图形 知道会比较容易记这些东西 把答案写一下 最后写个答案 这个极限值呢 会等于4分之π 会等于4分之π 所以就考你这个定计分的定义 定计分的定义 把它电导过来 把极限改成定计分的题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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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要求这个是分割求极限 是变成极限的东西 变成极限的东西 那a等于b b等于a 这不容置疑的 这是五字一节 新题第十二题 要用到维基分基本定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